旋轉讓時熱點退潮 柔性平板塊崛起 短期結構性機會又該如何把握呢 接著讓我們把時間 交給袁建興 和今天到場的嘉賓們 一起來聽一聽 他們所帶來的最新觀點 袁建興 你好 袁天一好 今天市場出現了一個 縮量的一個反彈 要說縮量主要是指上增指數 深增層指 包括穿越版 50指數不算 但50指數今天是放量的 那今天的這個縮量的一個上漲 應該說脫離了2800 891點 這個比較危險的一個區域 是來到了2900點之上 那網上空間到底有多大 還能反彈多久 可能是我們投資者 繼續要了解的一個問題 那實際上呢 今天的一個反彈 跟週末消息面 還是有一定的關係 基本上沒有什麼消息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消息呢 市場呢就有意思了 把一些很小的一個消息 在今天的一個盤中呢 就有機會發酵了 那實際上一開場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上增指數 往下跌不深 開盤近20分鐘內 往下跌的幅度非常小 我們來看一下上增指數的一個走勢 那可以看到扭扭捏捏捏不下去 來了幾重低以後啊 在這個10點9點40幾分 可能接近50分左右的時候 一波上拉就開啟了今天上漲的一個步伐 如果光看今天上增指數的一個走勢啊 盤中上午兩波上漲 下午呢高位進行一個盤整 很健康啊 你看漲上去了以後打不下來 那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如果光看上增指數 剛才我們說得出的這個結論 在跟盤中哪些板塊漲 哪些板塊跌 你如果結合起來看的話 恐怕未必能夠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今天在開盤20分鐘以後 漲的是什麼 漲的是大金融板塊 銀行保險加券商 剛才我們說有一些小的消息 就是指的券商 有兩個券商的個股啊 有類似并購這樣的一個舉動 5%超過了 有一個相應的這個公告 而這個公告是有條件的 還帶有關部門要批准 即便批准就這一點股權 能幹多大的事 這個呢還是另一說 但市場呢 可以看到券商板塊一動啊 人氣穩住了 市場從原先比較忐忑 是不是花一下子跌下去以後 下面的底在哪裡心中無敵 那現在這個券商板塊一動 銀行保險一起往上 一走以後啊 這個底似乎今天給拖住了 拖住以後啊 市場的一個阻力啊 我覺得做得很巧妙 後面啊 券商板塊拉上來以後啊 沒有繼續漲 而是在那呆著 稍微有點波動的一個走勢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券商的一個走勢 那回過頭來講 我們來看一下啊 比較明顯的一個上漲 尾斷有一個上跳的一個動作 所以可見 外面的一個資金啊 並沒有對 並沒有對 互股通這一塊 上陣這一塊 趕多少興趣 所以從這一點可以看出 今天主要還是廠內資金所為 我們再來看一下五大 權重板塊啊 對今天指數的一個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呢 銀行保險家券商全部是上漲 但保險呢 如果從資金統計的一個角度來看 還是流出的 銀行稍微有點流露 券商板塊呢 有五個億的一個流露 但是流出的一個板塊 我們可以看到資金流出 卻並不客氣啊 電子元器件板塊呢 流出了36個億 應該說流出的一個速度 還是很快啊 我們來看啊 兩個啊這個板塊啊 一個呢是銀行板塊 我們說在20分鐘過後 一波上漲 市場跟它有關 後面一小時的一個上漲 市場的一個上漲也是有關的 之後的一個橫盤 銀行板塊 也是一個載幅的一個高位盤整 所以戶子啊 它的今天的一個走勢啊 跟銀行板塊 關聯度是極高的 我們再看 人器板塊券商 券商板塊呢 那就第一步 拉出新高以後啊 後面基本上沒有新的高點出現 基本上呢是在一個比較載幅的一個範圍 當中來回震盪 三個半小時一直來回震盪 也就是說主力機構 它實際上知道我們今天券商板塊給市場起到了一個作用就是什麼 穩定市場的預期 只要穩定住了一個預期 給它拖住了以後 它後面就不管了 不需要再進行一個拉高 因為人器已經穩住了 而如果後面再拉高 弄得不好就是畫舌添足 因為什麼 因為都知道你這個事情不值得它大幅拉升 所以如果後面大幅拉升的話 反而可能會招致盤中的一個反手打壓 所以沒有往上漲 而有一些周期類的一個品種啊 今天倒是漲得不錯 你比如說黑色系 黑色系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股票漲得還不錯 這跟再前一周吧 我們週末版請來的嘉賓 提到黑色系的成本和目前的一個銷售價格之間的一個剪刀差越來越大 有比較大的一個關係 那剪刀差越來越大就說明利潤會越來越多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不僅要看目前指數的一個走勢 還得看看後面他們經營的一個狀況 有些是數據是看得見的 像黑色系成本端都是在期貨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的 包括銷售的羅文鋼啊等等 這些也是在我們這個期貨當中能夠找到的 所以相應的找到的話 那基本上以後就有機會 那另外還有周期類當中的水泥 照理現在是淡季吧 但是淡季似乎在南方水泥的這個價格 漸漸開始有彈性了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水泥板塊呢 也是比較明顯的幾波上漲 它的一個高點還是在下午一點半左右出現的啊 之後呢跟市場一樣陷入了一個盤整的一個走勢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一下今天兩次板塊漲跌幅的一個情況啊 那從漲跌幅的一個情況來看呢 有些還有像油氣勘探啊 開採輔助啊可藍冰 是不是跟今天天氣突然啊 一下子變冷有一定的關係 我現在不太清楚 但中午前後呢我們可以看到 藍氣板塊確實起了一波 此外呢我們可以看到下跌前列的 有些像啤酒 進階段漲得比較兇一些 PCB呢是跟有些數據公佈啊 有比較大的一個關係 那麼這是盤面方面的一個情況 我們稍時休息看一下 編導給我們準備的市場熱點信息 回頭再來討論這個市場 今天的這個反彈能走多遠來 周一A股三大股指低開高走 後指收復2900點關口 截至收盤 上證指數報2909.2點 上漲0.62% 深圳城指報9715.27點 上漲0.7% 創業板值報1682.49點 上漲0.46% 盤面上券商板塊全線飄紅 柔性憑概念 網絡遊戲 眼科醫療 鋼鐵板塊均漲幅靠前 科創板方面 個股漲跌互線 20支個股飄紅 而今日上市的金山辦公 漲超175% 資金方面 人民銀行18日公告稱 今日以利率招標方式 開展了1800億元逆回購操作 期限為7天 中標利率為2.5% 较此前下調5個基点 與此同時 此次操作為10月25日 逆回購持續暫停以來 首次重新開展逆回購操作 行業方面 從百川銀幅獲悉 11月18日 全國LNG價格指數為 每噸4319元 较15日的每噸4055元 上漲了每噸264元 單日漲幅約6.51% 此前的11月13日和14日 該指數分別為 每噸3908元和每噸3946元 至此LNG價格以一波三連漲 重新站穩在 每噸4000元的平台 周末 華為消費者業務CEO 于成東在微博上突然宣布 華為Mate家族將於11月25日 在上海迎來新的成員 隨同微博配發的一張海報 預示華為Mate家族 將迎來新的平板電腦產品 而新產品的推出將匯集產業鏈上下游 好 歡迎回來 來介紹一下今天來到場內的三位嘉賓 劉均 江崎和張極能三位好 最近一段時間市場似乎少了一些彈性 但今天拍一下子反彈了 可能有的投資要問 我現在操作策略 採取哪一種方式 就比較合適一點了 我們來聽聽三位嘉賓的看法 劉均 操作嘛 現在看著吧 別管有倉位還是沒倉位 多大倉位呢 我覺得短期都先不要太動 因為看不太清 說實話 嗯 少動 對 多看少動 那江崎呢 目前我個人偏向性是 要麼就是空倉不做 要麼就是低倉位 拿一些偏指數類的機構類品種 就是還是以偏景深的觀點為主 偏景深的低倉位 對 張極能呢 我是那個小倉位 小倉位可以操作一下 但是的話沒有指數不會有 暫時我就不會出現趨勢性的行情 所以不需要去壓大倉位 還是像幾週前說的是屬於練手 小倉位練手 對 練手 那三位好像看起來都比較謹慎 我們從張極能這邊開始 來跟我們展開聊一聊 好的 那我覺得 我的觀點是這樣的 我覺得短期市場 應該是一個抵抗性反彈的 這樣的一個格局 那中期的話 我覺得市場依然還在一個調整的結構中 還需要等待整個時間上 至少還需要等待一下 等待市場後期消化了整個利空之後 去形成一個趨勢性的行情 那為什麼這麼看呢 麻煩老員幫我先切一下上陣指數的圖 那個我從上陣指數的這個走勢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前期九月份的時候 這波金秋行情的時候 其實是下方是有個缺口的 那目前的話我們可以看到指數即是 你指的是當時八月份的時候 這個缺口是吧 對 八月九月的這個缺口 所以是2870點左右 對 然後的話現在的話指數 即是調整到這個年限 接近年限附近也接近了這個缺口附近 那我覺得在2850點附近的話 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這個支撐 所以我覺得市場在後期反覆下探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抵抗性的這個反彈 這從技術角度上 我是這麼看的 那回到整個基本面上 那麻煩老員幫我切一張圖 那我帶來基本面上的一些觀點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我覺得從10月份到11月份的時候 10月初的時候指數當時是 反覆在挑戰整個3000點的這個過程 那當時主要的這個內在的這個挑戰動力 其實是來自於整個 我們對MSCI擴容的這個預期 那導致市場的這個藍抽股 出現賣充式的這個上漲 那為什麼他們會出現賣充式的上漲 而不是趨勢性的行情 主要就是因為在10月16號之後 我們發現整個漲價的預期 開始在市場裡形成 整個漲價預期壓制了整個市場風險偏好的 而進一步的這個提升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中期的這個基本面的壓力的話 進一步的凸顯 使得市場的風險偏好 而進一步的下降 那這個時候就市場 在MSCI這個短期利好落地之後的話 就回歸到了這個中期的邏輯 也就是現在我們的整個市場下跌 其實是在消化基本面的這個壓力 這個是我對基本面的這個看法 麻煩老員幫我切下一張圖 那從下一張圖上我們可以看到 我認為短期指數 會有一個抵抗式的反彈 主要原因的話 就是因為基本面的壓力 它細分下來看的話 其實是部分的這個農產品的價格 出現了部分的這個漲價 但是工業品價格 其實是最近是出現 比較明顯的這個下跌 那最近是有部分工業品是起穩的 那麼我覺得就是說工業品的這個價格的下跌 表明了整個經濟下滑的這個壓力在增大 這個預期在增大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和市場就會形成下一個這個邏輯的預期 就是對整個政策性對沖 整個這個逆周期對沖 就對沖整個經濟下行壓力 會產生一定預期 所以我覺得後期的話 工程基建類的這樣的一些公司 或基建鏈條上的一些板塊 他們會出現賣充式的上漲 而他們正好是帶權重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上漲呢 會使得指數出現賣充式的這樣的一個上行 這是我覺得短期的這個市場 會形成這個抵抗性反彈的這個主要原因 那麻煩老元幫我切下一張圖 那我覺得從長期 就中長期來看的話 指數如果想要去出現一波趨勢性行情的話呢 還是要等到這個券商和科技股的回歸 那我帶了這個八九月份這個案例 當時的話八九月份的這個經秋行情 我們可以看到八九月份當時的時候是 市場對外部因素的這個反覆擾動 形成了一定的共識 雖然當時外部因素並沒有被徹底的這個消化和解決 但是由於市場長期認知了這個 這個因素在市場裡面長期被反覆的提及 最後導致了市場大部分投資者都認識到這個問題 最後市場形成了一定的抗跌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市場是逐步的展開了一個就是良性的預期 是預期整個後期的這樣的一個時間窗 重要的時間窗口下展開了一輪這樣的 對科技這個風險偏好的這個提升的行情 那麼當下我認為指數也是一樣的 當下指數正在消化整個基本面壓力的這個預期 雖然我認為整個農產品價格 可能會在高位維持一段時間的正當運行 但是我認為整個這個市場 最後會接受這樣的一個認識 那麼當市場接受這個認識的時候 隨著整個歲目年初來臨 整個市場的樂觀預期會形成 就是形成一個對未來年整個科技板塊 和券商板塊這個基本面向好的這個預期 進而形成一波上漲 那這聽上去有點繞 那我找了一個這個 那個比喻來去做一個打個比方 那就是我覺得利空它就像塊石頭 然後的話就是但是真正壓制這個市場的這個利空 並不是這塊石頭本身 而是這塊石頭在光影效果下留下的這個陰影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拿一塊石頭 然後用手電筒罩著這塊石頭的時候 它會在牆上留下一個很大的陰影 那這個陰影其實是壓制市場的這個 目前壓制市場的因素 而不是利空這塊石頭本身 也就是利空在我們心中其實是被放大的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一旦我們逐步的認識到這個利空 其實沒有我們現在想像的這麼大的時候 市場反而會逐步的形成一個樂觀的預期 最後是形成一波趨勢性的行情 那我覺得現在是在消化這個預期的過程之中 所以需要一個等待的這樣的一個過程 張基登剛才一上來跟我們分析往下的一個空間 從這個缺口的一個角度來說 下面也不是很大 市場壓了半天 2891點去了三次 也沒有到這個位置 那是不是意味著這個位置不一定會到 如果不一定會到的話 那我們的投資者是不是就可以不考慮牆上的陰影 現在直接就入嗎 我是這樣看的 就是調整的話它分成兩個概念 一個是空間一個是時間 那我覺得是從空間上 我個人覺得2850點這個附近 就上漸指數這塊我覺得是有支撐的 但從時間上我覺得還是需要等待一段時間 那就像老元剛說的 是不是現在可以入 那我覺得現在入的話 那指數可能下跌空間不大 但有些個股它可能還會繼續往下沉 因為個股跟指數不是完全同步的 所以我認為可以再看一看 也就是現在可以一個小倉位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去操作一些這樣的一些 就是基建鏈的這樣的一些板塊 那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往下砸不下去 往上你覺得會到哪裡 空間大不大 我覺得短期空間是比較有限 我覺得短期也是比較有限 短期是一個抵抗性的上漲 由於整個基建鏈條 它並不屬於目前整個轉型的大的趨勢的背景 因為我們是一個科技轉型的背景 我還是認為整個市場要形成趨勢性的行情 還是要有整個券商和科技來帶動 還是要等這些板塊有跡象往上走的時候 再下重說 對 那這是張基能帶來的一個判斷 接下來我們請出江琦 聽聽江琦對目前的一個市場 你怎麼看的 來 我個人可能還是偏總體謹慎一些 因為其實之前其實做節目也講過很多市場的問題 就是說我可能擔憂點 其實到現在為止也一個都沒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解決 所以說市場大家去看成交量也是一樣 我們當時其實包括之前往上衝的時候 我們當時就講了一點 你至少要到上海2400 深圳3400 至少到今年兩月份啟動當時的啟動初量 對不對 我們才認為這波反彈是有持續性的 其實量其實是一直沒有達到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說目前還是偏震盪 甚至是重心下移的一個格局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而從市場資金內部結構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去分的話也是比較明顯 是一部分是減量 一部分是增量 減量是在減量哪裡呢 就是一個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在10月28日 10月29日那兩天 中正1000 中正500這類偏彈性 偏體材的東西 高位方法量之後 其實是下來之後 市場並沒有主動去解放他們 也就是說上面是套住了一批人 然後後面很難再集中高封邊資金 形成一波新的上行 或者說是打出新的一個方向 這是很明顯的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在於北向資金 或者機構類品種 我們也可以看到最近一個階段 像醫藥 像白酒 還是在不斷創新高的過程中 對 所以包括北向資金 對吧 每天基本上還是以流入為主 只不過方向可能變了 從之前的互股痛為主 現在變成深股痛為主 但是不管怎麼說 其實市場的一個資金層面 其實是很明顯就是偏機構主導 而高封邊類的資金 或者高封邊類的品種 其實是逐步的一個下跌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我今天也是做了一個統計 如果是把年限 就250天均線 如果是算一年的話 現在市場中一共3800個股票 現在排除掉近一年上市的 大概還剩3538個 今天收盤之後在年限以上的 1230個佔了35% 然後在年限以下的2308個佔了65% 換言之是什麼情況 就是說就一年時間 三分之一的股票 在去年到現在為止 基本上還盈利 而另外三分之二的股票 其實反而是虧損的 就是說是虧錢的 你如果做的話 就是虧錢的概率是比較大一些 但是如果是反過來去看指數的話 如果大家去把所有的分類指數拉出來 偏權重的指數基本上都在年限以上 而偏小的什麼中正1000 或者更小的一些東西 可能都是在年限以下 那換言之就是權重類的 到現在為止 還是屬於盈利狀態 對對 所以說其實就比較明顯 其實和那個北向情況是一樣 北向基本上今年是 完全大幅流入的一個狀態為主 所以說出現這樣一個情況之後 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有一個個人的想法 就是說想到了2017年 當時4月份前後的一個走勢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 我今天其實也是帶了一張兩張圖吧 一張是2017年當時的一個圖 大家可以去看看 情況是類似的 就是說50和中正1000的一個對比圖 其實很明顯50的幾個低點是不斷的重心抬高 當時也是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整年的一個走勢 而中正1000是低點比低點一次比一次來的低 就是比較明顯的一個情況 但是如果大家再看最近 最近其實已經有這樣一些 這樣一個跡象出現了 就是在那個進階段 就是可以去看一下我畫的幾個圈 紅色的圈是代表上陣50的 然後藍色的圈是代表中正1000的 其實很明顯在50創新高的過程中 中正1000是高點是往下移的 低點的話是創新低的過程 然後再去和今年4月份那個高點去比 再就偏左邊那個地方 古林是創新高的 而中正1000距離那個高點差了將近20% 所以說市場的一個節奏 或者說目前市場的一個結構 其實是比較明顯 所以說對於整體的一個市場 我確實也是認為就是說 可能對於指數層面 權重指數層面問題不會太大 但是對於個股層面的話 其實還是要有一定的一個防範意識在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說 還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就是說不要去太糾結 以什麼創業版指數中銷版指數上市指數 最好還是以目前以資金去做劃分 去做分析會更好一些 就是偏機構的資金 還是偏高風 高風篇的資金 因為就是我們之前也說過 你如果完全拿創業版指數拿出來看的話 前十大權重裡面 五個是醫藥股 對吧 就大部分是偏防禦的 而在這個情況下 大家如果去看一下茅台也好 恆瑞醫藥也好 他們是在不斷的創新高的過程中 所以說創業版跟隨的上漲 並不代表科技力量的上漲 反而是他們創業版目前可能更偏向於 去跟隨一些抱團的品種也好 防禦類的品種也好 所以說這樣的去做一個區分 其實我覺得認為不是太合理 可能我去拿50啊 1500啊 這樣去做區分會更好一些 好 江崎剛才帶來的這兩張圖 我覺得挺有說服力 尤其是將今年以來上漲50和中漲1000 疊加在一塊 把近期的高點你做一個比較 中漲1000的和上漲50的你去做一個比較 很明顯一個上升通道一個下降通道 所以我們該做哪個股票 那就一目了然了嘛 那你不應該從下降的一個角度 你去準備啊 我就就有這個能力去抓到什麼 最低點的 那我想可能只有個別極個別的人 有這樣的一個運氣啊 我不說天分啊 我相信有這樣天分的人是少之又少 恐怕也不需要看我們的節目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我們只能順勢而為嘛 那在目前的一個情況 你要持股 那就只有一個向上波段的一些個股 好的這個不多說啊 這是將其的一個觀點 接下來請出劉軍 聽聽劉軍的看法 來有請 我覺得近期吧 市場比較沉悶啊 對 基本上3000一過就回來 2900一破就起來 基本上就是這麼一個 持續了應該講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嗯 那麼之前的這個我們看到這個 如果看這個上周日線圖 下方之前是三角形嘛 下邊也跌破了 跌破以後呢 我們看看現在是往上正彈著 現在還沒有到它那個以前那個支撐 嗯 如果現在反抽回去不見成壓力了嘛 還沒有到啊 如果到了我看那個反壓的作用 大家要看一看 至少你要放量才能拿得掉 嗯 按照目前成功的水平 想到不要下 這是上正主板這邊 創業版那邊呢 其實短期指數啊 走的比上正主板要強一點 它至少呢 前面的那個低點沒有破 沒有就前面有個2891 上升有2892 這個上升 這個創業版也有一個低點 嗯 那麼這次呢沒有破 沒有去 那但是它呢也是這個破掉了支撐 以後的這個 你就要反抽也好 再反彈也好 同樣你要想回去 你說我這個支撐破掉 馬上我再回去 可以 前提是你依然是亮 沒有亮 這個這個 按照現在的亮 肯定你也上不去 嗯 這是這個創業版的這種這種走勢 比主板稍強一點 那麼兩勢呢 我覺得今天呢 大家可能最關注的一點呢 就是很長時間沒動的券商 對 動了 券商一動 大家一般都會有想法 是 是吧 都盼著啊 因為代表封篇嘛 但是今天呢 我們看一看 如果從行業排名看呢 它券商板塊的漲幅 大概排在第15名左右 也就是說也是比較比較差啊 不是不是靠的很前很很靠前 那麼這是一點 第二一個呢 就是說呢 一般的來講券商要起來了 如果真的 如果真的是封篇回來了 嗯 那邊一定是科技要動 啊 題材科技動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沒有 啊 相反是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偏權重的東西 像周期類的 周期類的 周期類的東西吧 這東西呢 我怎麼說呢 它好一好不好一好吧 至少我一點 就跌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對 而且呢 就是連著跌 幾乎天天跌 啊 至少反彈還可以有吧 啊 你要說基本面的東西吧 這個 你說成本也好 還是怎麼也好 但是有一點 就是現在這個 需求 需求段 沒有 起不來 嗯 所以說呢 就即便是成本低了 這個價格呢 相對於成本來講 有優勢 就是我賺的錢可能賺的更多了 其實我覺得像特別是鋼鐵啊 煤炭這些周期類的東西 從 你要從它的 企業業績來看 其實就即便是稍差一點 因為供給次改革以後 其實業績也是比較穩定 主要是對於這些周期類的行業 大家看的還是預期 啊 對於未來的預期啊 如果未來預期起不來 那需求單上不來 我覺得即便有行情也是反彈 所以說呢 你照著它推向上的向上走 我覺得 可能 恐怕時間也不會太長 這是一個 再一個呢 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現在大家一般的來講 包括我在內啊 都對這種事呢 就比較謹慎 因為你沒有辦法不謹慎 對吧 沒有辦法不謹慎 但是呢 我覺得 如果你觀察一段時間來看 就像剛才講的 上3000就回來 到2900就上去 其實就這100多點 嗯 對 就這100多點 那麼這100多點呢 大家你空 看空 能看空到什麼地兒 就算你破了 往下翻一個箱體 也大不了100點 也一破2800 大不了這樣 你要放上 也就是3100 對不對 你不也是100點 其實你要 你要那麼看呢 我覺得 也沒有必要 就是上漲也沒有必要樂觀 跌也沒有必要恐慌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市場呢 欠缺的並不是什麼 所謂利好利空 欠缺的是信心 沒有哪波行情 是由於利好的堆積推起來的 就像2440點一樣 當時我也沒看到 有什麼天大的利好 起來了 那麼真正從上面下來呢 我也沒看見有什麼 讓人看著很恐怖的利空 它就下去了 其實都是 每次都是什麼 漲起來以後 大家大家再去找理由 而不是有理由才找 才漲 利來 市場利來如此 5178的時候 還是6124的時候 當時也沒有哪不好 但是都出現下跌了 但是利益來的底部也同樣一樣 那麼至於說這個誰呢 你要說以茅台為首 這些全中籃籌 一致上 其實這種情況以前也 也曾經出現過 就大盤在09年的時候 一直到12年 558點 創業板見底 這三年多的時間裡 茅台其實也是打了一番多 也是打了一番多 只不過當時的股價沒有這麼高 沒有這麼貴 沒有那麼能夠吸引眼球 現在1000多了 4倍數了 你吸引眼球而已 那122除12不就600 對吧 這波恐怕從4500拉起來的 那也就是打了一番多 當時也是100多 200多 也是當時大盤也是一路跌 茅台一路漲 但是最後茅台跌了 跌了一下大盤 1849 1949 那您那意思現在還是要等它跌一跌 我覺得 我覺得沒有只漲不跌的 也沒有只跌不漲的東西 你至於說這個茅台會漲到哪一天 我也不知道 就像美股一樣 大家說它見頂好幾年了 說了幾年了 但是我相信早晚一天它也會跌 因為市場它是有波動的 只不過 所以也沒有辦法去判斷這個拐點而已 那麼從現在的北向也一路在 其實茅台是一路在賣 對 我覺得 怎麼說 如果按著我的判斷 你現在茅台將近40倍市場率 我覺得 是貴了 是貴了 所以說以後也還能漲多快 那還要拭目以待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 現在的操作思路 其實 其實對於指數來講 我可以看得格外的輕 3800架股票 剛才將其數了 對不對 你拿出來一個股票 任何一個股票都可以 你找到任何一個指數都可以 上證指數也好 創業版也好 你看一看 真正能革指數有很高 迷惑度都有多少 銀行 非常非常少 銀行可能比較迷惑 那是跟上證50一一樣 它跟上證指數也不一樣 所以說現在我覺得 大家還是 就是發算票 然後找一找靠谷公司 好 這13位今天來到場內的嘉賓 帶給我們的一個看法 進階段確實 看著這個指數吧 確實上那上不去 下那也下不升 似乎沒辦法下手 但是你要有能力去 仔細去翻一翻個股的話 那每天還是有機會 好 這個不談 待會兒我們在板塊絕境的時候 再來和三個嘉賓一起來探討 那麼現在進入我們今天的 有獎互動環節 本週我們給大家帶來的是一份 很有分量的支持福利 現在打開股拍APP 就可以免費領取 實解大師精品課 課程的內容是 機構投資人 絲成斌深度解讀 選股大師彼得林奇的經典著作 在華爾街的崛起 彼得林奇是著名的 股票投資家和基金經理 現在呢 將他畢生的投資交易心得 都濃縮在這實節課裡 讓你全面了解 從選股到買賣的整套邏輯 實節課免費領 在股拍活動正在進行 千萬不要錯過 我們稍時休息 回到場內 再來聽聽三位嘉賓 板塊絕金 有哪些思路 可以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來 好 板塊絕金歡迎你回來 我還是從張啟能這邊開始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選股的一個思路 來 有請張啟能 好的 那我還是承接前一章的觀點 我覺得短期市場的話 會有抵抗式的反彈 它主要的背後邏輯 其實市場的聚焦的焦點 集中在整個逆周期的對沖政策上面 也就是說 隨著經濟壓力的下滑 那麼經濟壓力逐漸增大 那麼整個市場會形成 對整個逆周期板塊的一個預期 那麼關於這塊的話 我是看好基建鏈的這樣的一些板塊 就是說像鋼鐵 重卡 然後建築和工程機械這樣的一些板塊 主要交易思路的話 我還是一個比較小的倉位 去參與市場的機會 因為我認為他們不是未來 整個經濟轉型的主線 但是由於他們跌的比較多 而且後期可能會有這個政策上的這個預期 所以他們的話會有一個短期的這個 脈衝式的上漲 會帶動指數出現這個結構性的 或抵抗性的這個反彈 大的行情依然還是需要等待 是我大致的操作思路 那從操作這個策略上的話 我現在操作策略的話是 逢低布局 然後的話出現 當這些個股出現 MACD金差的時候 去進行一個擇計的高拋 倉位的話基本上是保持在5%到15%之間 然後這是盡期的這個操作思路 然後最後呢 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這個科技優質資產和這個科技波段股的 這樣的一個理解 也就是所謂的科技優質資產呢 我認為是說科技優質資產 大部分還是集中在一些高價的 這樣的一些科技股裡面 因為機構現在當前能夠給 能夠給他一個比較高的定價呢 說明對他們的這個未來應該是比較看好的 然後呢從特征上我認為他們每一次回調的過程 都會有資金去進行個分低的布局 因為我們可以注意到 目前是新發了非常多的這個科技型的ETF基金 以及包括非常多的外部的這樣的一些社會資金 那我覺得他們的話會逐級的進入市場 去配置一些社會主流趨勢的這樣的一些板塊中的個股 那我覺得科技這個板塊的話 裡面的一些優質個股就是他們目標的這個標的 從長期來看我覺得這些個股的這個股價 會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去形成一個震盪上行的這個走勢 那第二塊的話呢是科技板塊中的這個波段型的個股 怎麼理解呢 就是說我覺得這些個股的特徵呢 就是說他們分散在各個科技的這個板塊中 然後每一次指數經歷了一次比較大的這個回調之後 再次形成整個趨勢性行情的時候 那這些個股他們就會展示出一定的彈性 但從整個長期的角度上來講 他們有可能是不能形成一個長期上漲的這個趨勢的 而只是在一個區間裡面去進行一個彈性的這個波動 那具體的案例呢我覺得就是過去的這個白酒股的這個成長史 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過去白酒在整個這個消費升級的大的背景下 是出現了比較明顯的上漲 尤其是像五糧業貴州茅台 最終是成為了這個比較明顯的高價大市值的這個優質白馬 但在這個過程之中的話 白酒裡面的其他的一些個股 它其實並沒有出現大的這個趨勢性的這個上漲 而只是在每一次跟隨白酒股反彈 白酒股波段反彈的時候展示出了他們部分的這個彈性 所以我認為科技股也是這樣子 有優質的這個資產會長期上漲 但是大部分的個股它是一個波段性的機會 張吉仁帶來的目前的一個操作策略當中 應該說持股持倉的一個比例還是比較低的 那接下來聽聽江崎的一個觀點 來有請江崎 倉位方面的話其實基本上還是維持低倉位操作 因為其實近階段我個人其實並沒有怎麼做 市場其實大家可以看得懂 就是說整體的活躍度也好成交量也好 其實都是比較低迷的一個狀態 但是我們前面講了一段就是 包括我們前面那個拿2017年那一段去舉例 其實和現在其實也是有一定的一個共同處 當時其實可能市場講的比較多的是互盤 或者說是有一定的一個市場權重方面的成接力 現在的話是北向 只不過是機構的人變了 但是情況其實是差不多的 所以在這條線上面 我覺得機構類的品種 或者說是純ETF 或者說是純權重的品種 可能會相對在市場中會表現稍微的好一點 所以說我個人認為要麼不做 假設做的話其實還是偏向於指數類的品種為主 或者說是首選其實我認為是ETF 就是純指數的東西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說後續開倉條件 或者什麼時候我可能會加上倉位 設了兩個一個是純左側一個是純右側 就是說一個是跌下來之後 我們出現什麼情況會買 一個是漲上去之後 我們出現什麼情況會買 跌下來之後其實我們也是分兩塊 就從對於小的層面來說 或對高彈性層面來說 因為我其實比較強調是10月29日那一天 可能是套出了一批高風篇的一類資金 如果是下去的話 那很簡單 在低位做換手 因為當時上面是放了一個比較大的成交量 做了一個換手 然後上面有一批人 什麼時候跌到下面 跌到放量了 或者說跌到上面和下面的籌碼 去做一個交換了 那我個人認為可能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可能就結束 後面會迎來一個比較像樣的 或者說是有持育性的 對於中正1000類的品種 高彈性的品種 持育性的反彈 那這是一個我要觀察的點 就是對於高彈性的品種 如果是對於權重層面的話 因為其實目前如果大家去看的話 指數可能相對還可以 50相對還可以 但是漲的東西其實還是以消費 白馬 醫藥這類東西為主 對 其實大家如果去看的話 你如果說這個地方去做一個中線建倉 這麼高的位置 其實我認為是不太合適的 然後你再去看 反過來去看一些偏周期的東西 其實像寶缸 像中石油 也是權重股 但是跌得很多很多 所以說市場的機構裡面 內部分化也是比較大的 所以這也是我為什麼說偏ETF的原因 而對於這類東西的話 機構類品種的話 我可能會等到籌碼做切換 或者說是機構換艙 就是把那一批抱團的東西 裡面有部分資金開始出來的時候 換其他東西去 再起的新的機構的方向 我認為是有一定的持續性的 而現在當下 直接去開醫藥的艙 開白腳的艙 我覺得主要是一個位置的問題 然後如果是右側的話 那還是老樣子 我可能會更趨勢 什麼時候第一 站上2000均線 第二我們之前說了 那個上海24003400 這樣一個標準 就代表有 至少有增量的一個苗頭出來了 對吧 然後還有第三個就是 什麼時候中正1000類的品種 反包掉10月29日那個高點 這三個條件 如果長上去 它不出現我說的左側條件了 出現右側條件了 那我可能也會做一個更艙的一個舉動 在這兩個東西都沒有出發之前 目前還是偏謹慎 偏休息的一個狀況 好 謝謝江啟 接下來請出劉軍 聽聽劉軍 接下來的一個操作的一個策略 來有請 剛開始也講 就是我現在的觀點 就不管你什麼倉位 基本都是看著 你說你低倉位的吧 確實你現在沒有加倉理由 但是你說很不幸 我倉位已經不低了 是吧 你別趕上套著還是怎麼著吧 你說現在我割肉下去 我覺得好像也不太滑得來 也不太滑得來 當然了這東西股票 各股之間差異非常大 不好一概而論吧 有個別的情況 那麼我們也只是針對大多數而言 大多數我票我覺得是這樣 那麼指數呢 一直在2900到3000 真的震盪震盪震盪 那麼你差的就是一個東西 你要想啟動 要想真正往上漲 那外向上或向下突破嗎 你如果真的陷害打 就是說你別管是出現那種大陰線也好 還是怎麼樣也好 像像技能放量一刷出來 基本也就差不多也該漲了 就像當時1849一樣 當時大家都非常害怕 咚咚咚咚放量打 結果到底了 要不然你就直接拉起來 放量起來也行 那現在他往哪邊都不走 總得給我看到一個量 總得讓我看到 現在看不到之前 我覺得還是等一等 好 也是一種操作的一個方法 我想看到成交量 說明市場開始有分歧了 好 接下來我們請出場外嘉賓 今天請來的場外嘉賓是徐史龍 聽聽他對今天的行情 怎麼來看 來 今天大法離開後聲道上揚 海面的氣氛有所企穩 不過成交量還是沒有明顯的放大 從短線操作的層面 由於IPO的放緩 利好的推動 本週短線上的操作空間 有望在上週的基礎上 得到一定的提升 短線投資者可針對 近期火熱的體財股 概念股進行博弈 但務必要控制好倉位 盡量做到快進快出 由於成交量持續地放不出來 再加上近期的解禁的風險壓力 指數走勢的大方向 仍然不是非常的明確 中線的投資者 最好還是保持一定的耐心 好的 歡迎大家收看有看頭 週一市場迎來了開門紅 但是短期震盪的格局沒有發生變化 那如果對於大多數投資者來講 像在上週出現下跌過程當中 短期被套了的話 那你就當下就一定要去關注 一個重要的方向 那這個方向就是北向資金 在上週逆勢加倉的這些品種 那為什麼要去關注這些呢 來 我們來看今天的第一張PPT 那麼我們看到 像這PPT當中第一支個股 它在11月1號到7號之間 連續開出了技術面的陽線 那麼在這過程當中我們發現 北向資金是一路買買買 買了將近約1.8個億 那我們知道 這一支個股背後 我們有主力資金的介入 那上週市場出現了連續的回落 那這一這個品種 不僅沒怎麼下跌 而且很明顯 它還在保持著一個震盪上行的 這樣一個格局 那很明確 如果說你在上週市場當中 短期被套了的話 那像這些北向資金 能夠逆勢加倉的這些方向 將是你短期在市場當中操作 快速進行這樣一個解套的一個重要的方向 那今天我在做節目之前 也是特地給大家梳理了一份 最新的在上週市場當中下跌過程中 北向資金逆勢加倉的一份數據的信息 那想要了解這一份數據信息的投資者 今天可以通過掃描屏幕下方二維碼的方式 來了解這一些品種的詳細內容 那我們知道近期北向資金連續加倉 哪一些板塊是我們重點要去挖掘的呢 來看我們下面一張PPT 我們知道北向資金在本週市場當中 近一週時間段內 電子元器件板塊連續出現了資金的流入 從週線上來看 它流入了將近約14個億 而從月線上更常來看的話 它將近約流入了41個億 那再從技術層面上 我們明顯發現對比了 在電子元器件板塊 目前和上陣指數明顯形成一個相反的狀態 在突破了前期的下降的這樣一個 震盪區間之後 這兩天出現了一個回踩 而且是縮量出現了這樣一個震盪回落 那麼MACD也同樣在零軸上方 形成了一個金插狀態 那這也就是說明 在資金連續介入的背後 這一些板塊和上陣主板這一個 形成了一個明顯的區別 那對於電子元器件板塊呢 我們就要做一個更多的這樣一個關注 尤其是在這板塊當中 逆勢加倉的這些品種 那除了電子元器件板塊 還有哪些 來看下面一張PPT 在電器設備板塊 我們也前面看到是排居第二的 那這樣一個板塊 目前也保持在它原有的上漲通道內 那我們很明顯的發現 它在連續出現多次打擊下方通道的時候 並沒有出現任何的破位 但是相反 在這兩天 市場出現震盪回落 並且破位的情況下 這些板塊 不僅它的一個量能保持良好 MACD依舊在這個零軸上方的話 所以像這一些上方 我們一定要去做一個更多的 這樣一個個股的篩選 好的 今天的技術講解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了 下面把時間交換給老袁 好 歡迎回來 對於目前市場在小幅震盪 成交量萎縮的一個背景之下 採取哪一種操作方法最合適 那我想我們今天上來三位嘉賓 已經談了自己的一個看法 那我們稍時休息後 再來聽聽我們的觀眾是怎麼想的 來 每天五分鐘 講透一個短線技巧 揭秘高手操作心法 我是邵昌武 在古牌APP看古壇大師兄 古牌學習炒股的視頻APP 跨越三個世紀的經典 老鳳翔 上古牌APP免費領取 彼得林奇經典著作解讀 十節精華課 歡迎來到微信連連看 都說機會是跌出來的 隨著近期市場持續走低 那麼交易機會是否是快到了呢 我們來看一看觀眾朋友們 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來分享一條 庫值近期雖然弱 但是生成值和創業版值 相應的關鍵點位其實都沒有觸及到 生成值其實問題並不大 庫值由於有太多大票了 其實越在市場殺跌的時候 越要穩住 機會都是跌出來的 在市場調整的時候 尋找被錯殺的品種 它們或許是下一次 結構性機會的主體 我們也歡迎有更多的觀眾朋友們 可以來到我們的微信平台 談一談您對於A股市場的看法 歡迎回來 關於當下該採用哪種的一個操作方式 是最合適的 我們的觀眾做出了一個選擇 我們總共提供了六個選項 我們一一來看一下 第一個選項是持股帶漲 32%接近三分之一 B選項是緊跟樂點 只有4%的觀眾覺得可以緊跟樂點 事實上最近的樂點比較散亂 C選項是熟悉的品種波段操作 有16%選擇了這個選項 第四個說做做T加零吧 沒事也給券商打打工 有12%選擇了這個選項 如果這個選項有52% 那券商百塊大概就起來了 那一選項是空倉觀望 這個選項跟持股帶漲差不多比例 33%就差一個百分點 最後一個選項是其他3% 還有3%的人選擇了一個其他的選項 另外我們的觀眾支持哪位嘉賓的觀點 我看了一下 今天劉均是拔得頭籌的達到了43% 來看一下觀眾的留言 第一位說市場出現反彈 不過有部分高位科技股出現了調整 機構借助反彈高位出貨迹象明顯 短線可以保持現有倉位 持股待漲 後期若反彈至缺口附近 應進行獲利了結 它指的是上面的缺口 中期看操作難度較大 應該降低操作的一個頻率 耐心等待市場確認低點之後 再進場抄底 這個也是要等待的 第二位說大盤今天 數量收中央線 儘管收復了2900點的這個位置 但是成交量明顯不足 所以部分板塊個股的輪動反彈空間 是有限的 後市震盪巡抵走勢不變 謹慎觀望 我理解它所說的部分板塊個股 也許指的就是大金融 因為今天大金融三個板塊指數 都是放量的 看來今天資金是對這三個板塊 是有點青睞的一個感覺 那朋友們如果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也同樣可以通過我們的 微信公眾號這個平台 把你的想法意見建議 對市場的看法都可以發過來 咱們的小編每天會選擇一些 有代表性的問題 在節目當中來跟大家做一個溝通 好了我們稍時休息以後 再來看看今天這根陽線反彈以後 技術上怎麼看 稍時休息馬上進入明日搶先報 本節目由學習炒股的視頻APP 股拍獨家冠名 做股票如何選出優質股 如何把握買賣節奏 上股拍APP 看資深機構投資牛人施陳斌 獨家解讀選股大師 彼得林奇經典著作 在華爾街的崛起 將大師畢生投資交易心得 濃縮成實節精華課程 讓你全面了解 從選股到買賣的整套邏輯 借建大師投資模式 助你股市撈金 趕快下載股拍 實節課現實免費看 您好 中國銀行 上海品牌七寶熊貓酒 上得了聽堂 下得了廚房 做得了小清新 管得了重口味 冠生原蜂蜜 讓生活甜蜜蜜 本節目由冠生原蜂蜜 聯合贊助播出 歡迎來到由學習炒股的視頻APP 《古拍》獨家冠名播出的 《談股論金》節目 上額《古拍》APP 免費領取十節 彼得林奇經典著作 解讀精華課 教你全面了解 從選股到買賣的整套邏輯 祝您股市絕金 在明天的操作當中 我們該注意哪些技術指標呢 馬上跟隨原建新 進入到明日搶先報 明日搶先報 歡迎你回來 我們還是從上陣指數開始 那麼今天低開以後 在大金融板塊的一個帶領下 脫離了危險區 但也創出了近期的一個低點 2884點 那這個位置僅僅比我們 週五給出的明日搶先報 高了兩個點 重新回到了五日均線之上以後 我們發現今天縮量的一個中央線 其實呢並沒有完全脫離危險 所以只有什麼守住整股關 並且放量上漲才有可能脫險 反之呢仍然存在下行的一個風險 從趨勢的一個角度 月轉空周空日轉多的一個趨勢 可以謹慎的一個持有 明天的一個參考波動區間 2900點到2919點 我們再來看一下60分鐘線的一個情況 出現了一個探底回升的一個走勢 重新回到五小時 十小時二十小時均線之上 均線的一個排列 現在還是一個空頭的 儘管回來 但是還是空頭的一個排列 所以多方只是贏得了一個時間 如果要擺脫空方的一個影響的話 需要多方放量出現一個放量來震射空頭 指標呢目前是一個多頭的 是可以進行一個持有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創業板 創業板呢是上午有一個多空爭奪 然後探到六四均線獲得了一個支撐 午後重新開始上移 收了一個縮量的小陽線 多頭呢在成交量放大前 我認為並沒有贏的一個主動 目前的多空還是一個 焦灼的一個狀態啊 沒有發生變化 但從走勢上來看呢 他今天探到的是一千六百六十五點 比我們周末給出的一千六百六十六點呢 僅僅低了一個一個點 上方的一個探到的一個高點 是一千八一千六百八十三點 比我們周末高了兩個點 從趨勢的一個角度來看呢 越多周轉空日轉多的一個趨勢啊 是可以謹慎的一個持有 明天的一個參考波動區間 一千六百七十一到一千六百八十九 再來看一下六十分鐘線的一個情況啊 六十分鐘線上呢 有一個探底回升的一個動作啊 重新回到了五小時和二十小時均線之上 但是分時均線目前排列混亂啊 並不具備大幅上揚的一個基礎 多頭人需十日啊 才能夠重新控制指數啊 目前指標是轉動啊 可以謹慎持有啊 這是明日搶先報的一個內容 我們稍時休息以後 馬上再回到場內請出三位嘉賓 來聊聊明天如何操作 來 骨拍學習炒股的飾品APP 好 好 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来 我们看一下现在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是涨跌互线 但涨跌互线来看都是比较小幅的 包括我们富士A50指数也是一个小幅的一个震动 我们回到场内请出三位嘉宾来聊聊明天该如何操作 先请出刘军来听听刘军的一个想法 短线来讲 如果说只是从短线来讲 如果中线先观望等突破 短线我觉得今天准备的东西反弹了 但是反弹依然没有摆脱弱势的格局 所以既然是弱势就不要高开高走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别客气 你先给他 相反如果低开你也不用太害怕 我觉得还是在维尔兰很久还得再 低开是不是也别客气 伸手去拿一点呢 除非低开的很多 如果低开几个点 你说拿又能看见多少呢 也不放心 对吧 就这样子 只不过我觉得现在超买入动作可以先不急 如果手中你保不齐运气好 哪只票不定哪天出点什么消息 就帮一个方量拉起来了 拉起来了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先看 这是看运气了 看运气了 看运气 大多数品种 我觉得现在机会不大 大多数个股市不会有运气的 没错 接下来我们听听江崎的观点 明天早晨会起来看盘吗 看还是会看一看 大概是这样吧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短期层面确实市场走率比较弱 然后今天其实大家如果去看的话 今天其实上午是创了个小心底 形成短期的指标一定的动画 已经是反弹 那既然反弹的话 我们还是要看量 量如果不够的话 我认为这个走不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20点至21点 公司与行业为您解决投资痛点 正选最佳投资策略 第一个是什么仍然吗 是什么仍然吗 那个是什么仍然吗 是什么仍然吗 你有仍然是什么仍然可以 有没有仍然吗 有没有仍然吗 谢谢大家 给你多一点仍然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杨飞灯怎么还没关呢 先别关 咋够了 观众朋友晚上好 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 央行连续下调利率 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大家看着是短期 这些政策是不是会扭转市场趋势 因为连续的调整之后 到目前为止 大家对于调整是否结束 以及在11月底12月份 乃至2020年的跨年度行情当中 这个时间节点上 大家的分析各有不同 那么今天 我们会从央行重启并开展1800亿元 七天期逆回购开始谈起 来聊聊目前的市场环境和操作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私募基金经理韩玉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